美国有多霸道,看看美国海军这两天的表现就知道。 1月7日,美海军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,未经中方允许,下次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,被乌军舰军机警告驱离。 这边南海闯关,也不耽搁那边到俄罗斯加门脚线,难怪美国海军这两年撞船事件频发。 这么横行霸道,能不被撞吗? 据环球网1月7日消息称,在客池海峡冲突,闹得不可开交之际,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麦克亨利堡人号登陆舰,穿越过达达尼尔海峡,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黑海。 该舰队指挥官表示,麦克亨利堡雷号登陆舰此行是为了维护黑海安全,加强勾干地区北约盟友和伙伴国的联系。 据悉,该舰上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十二远征部队作证。 在俄乌克制海峡冲突之后,俄罗斯编织好了一张网。 在黑海海域,不但有俄军黑海舰队专门负责海上巡逻,在克里尼亚半岛俄军还部署了四个S-400导弹团,天上还有先进战机不断巡查。 俄罗斯海陆空三军整个带弹,随时准备痛击一切来犯之敌。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,美军曾主动两艘区逐渐闯入黑海挑衅俄罗斯,结果刚进入黑海就被电子干扰,导致其雷达失灵,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掉头走人了。 黑海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,被战斗民族是为了自家的后花园,任何有所图谋的外力势力想到这里挑衅,都会受到俄罗斯的强音反。 7.这次美军麦克康利保雷号登陆舰闯入黑海,既有力挺估乌克兰之一,也是在宣誓霸权。 美国宣布从薛利亚撤军之后,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大国竞争上,俄罗斯作为老对手,自然是美国敲打的对象,这次到俄罗斯家门口挑衅,就是持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麦克康利保雷号登陆舰到达之前,俄罗斯还以涉嫌舰敌罪抓捕了一位美国人,作为对等回应,美国也抓捕了一名涉嫌出口军事装备的俄罗斯公民。 从俄军发射导弹,美国派军舰,双方互相抓人等动作看,美俄的对抗力越来越激烈了。 2019这一年,注定会有很多大事要发生,随着中岛条约成为卑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,美俄军被竞赛也将越来越激烈。 美俄作为全球大国,如果他们最终走下了分裂和对抗,对全世界来说,绝不是一个好兆头。 Ici,ær、 qué利用的俄军及做法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